社会跟我们错的观念 认为说父母应该要公平 可是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吗 父母本来就不是公平 而且父母也没有理由 要对小孩公平 你是说偏心这件事情吗 偏心这件事情 父母绝对是偏心的 为什么 父母是人耶 他不是神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个性 一定有他自己的喜好 他对于人 对事对物 都会有他自己的选择 而且每一个人的父母 他的资源是不一样 比如说单亲家庭的 这个爸爸妈妈的 各自拥有的资源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要求说 拥有不同资源的条件 个性的人 他对于各种情况 要公平的对待 那个是要训练而来的 像以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是双胞胎 我有个双胞胎妹妹 然后我其实也是单亲家庭 我爸爸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那我自己其实 我一直都觉得 我妈妈就是比较喜欢我妹妹 可是我会去想说 其实我妈妈喜欢我妹妹 比较不喜欢我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妹妹就是嘴巴 比较甜 他们两个就是可以很亲近 对啊 那我就是没有办法 跟人家塞呐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去跟你讲什么内心话 我可能有我的事情要做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影响到 我去讨厌我的妹妹 或者是说 去讨厌我的妈妈的理由 是因为 我觉得 我们的世界都很残酷 我们的情绪 要自己找出口 也就是说 当世界残酷的时候 你得去找你自己 有兴趣的事情去发泄 而不要走歪 那怎么去发泄呢 其实你就会觉得 你去想嘛 那他有他的喜好 我也有我的喜好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对父母的爱的依赖 是阶段性的 其实就是这段时间 如果有得到就得到 非常好 可是没有得到呢 对不起 人生会往下走 我会有下个阶段的爱 可能会有朋友的爱 同学的爱 然后这个老公的爱 好了 其实老公的爱 我也失去了 我现在是离婚状态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还可以给别人爱嘛 所以如果我抱持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 就是太艰难的事情 因为反正 很艰难就在那边 你知道的 你永远知道 你不要去否认他 那就OK了 这是真的偏心 我觉得就像黄医师讲的 很难做到真的公平 像我自己家里有两个女儿嘛 两个女儿年龄差得很近 你是生双胞胎儿子 可是我的大概 就是也算是才差一岁 又是同性 那我觉得同性就特别吃亏 因为他们彼此就会比较 像姐姐当然我觉得 因为她是老大 然后她是第一个 所以她受着瞩目 就天生就会比较 自然就会比较多 那妹妹她有的时候 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平衡 她什么都要跟姐姐比较 所以两个人就会有一些争执 那其实黄医师讲的也对 身为妈妈 我现在好 你也是爸爸了 那你是比较爱哪一个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不行 不能这样讲 不是 我真的没有 黄医师的话你没有在听 没有父母是公平的啦 没有 来 二选一 来 姐姐 还是妹妹 请选择 不是 我的故事是因为 我真的两个都非常难怀 所以我两个都特别珍惜 所以我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所以我对他们的方式也不一样 管教也不一样 可是就像黄医师讲的 这个你要一直不断地调适 所以我们也要问黄医师 对对对 其实我听来 我真的觉得当父母真的不容易 我自己的观察是 我们这个全场的来宾 除了melody之外 大家都是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意思是说什么 人本来就是不够好的 所以我告诉我小孩子 就这样的观念就是说 这个世界没有天才 没有天才 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你可以去试试看 你想做 你要去很努力地试试看 因为我可以预期 他接下来出去 跟人群接触的时候 有太多这个 不管是无意的 还是恶意的人 一定会来跟他说 你这个做不好 你那个做不好 我们比较聪明 你比较笨 甚至两个小孩子双胞胎在家里 哥哥有时候会跟弟弟说 他怎么那么笨 这很正常 他们两个就会互相 小孩都互相嫌笨 小孩绝对没有互相称赞 对方聪明 会故意挖一些坑 叫另外一个跳 所以我现在最重视的 就是自信心 然后就是要深教 比如说 我会教小孩子要学习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在旁边 滑手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的小孩也会说 妈妈你怎么不过来学习 那我就知道 我的教育成功了 我有一阵子跟我老婆就是小吵 那老婆的特质 不是大吵小吵 老婆的特质很会迁怒 吵着吵着吵着 其实我是跟她吵啊 我跟我女儿好得很啊 她突然抱起我女儿 讲了一句金句 我们母女到底是哪里 对不起你 她把她拉进来了 然后进房间 好啦 那这种话多讲几次呢 小孩也会了哦 受影响 礼拜天 那我女儿一直在那边发呆 五岁小孩也会发呆哦 她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然后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说 你能不能做什么 对 做点事嘛 对 那个钢琴琴盖打开 但她也不晓得多久没去练了 我说你去练个琴 练三遍就好 对 然后我就重复第二次 练三遍就好 她看着我 爸爸 我们母女 哪里对不起你 然后眼睛放九样悬样 对 他前面发呆是在想 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他前面发呆就在想 爸爸为什么 要这样子对我们 所以我们本集 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原生家庭很重要 你看哦 你看他五岁小孩 对 但是讲了讲的呢 他就会烙印在他的脑海深处 他就会去记得这样的话 那是这样的 像有的人 媳妇被婆婆虐待 有一天媳妇熬成婆了 就分两种了 他也会虐待他的媳妇 有一种是说 我就可以虐待回来 因为以前我婆婆 就这样对我的 对 那有一种是说 因为以前我婆婆 这样子对我 我就不要像以前那个婆婆 我反而要对媳妇好 我们其实做父母 我们也是在小孩子身上 从中学习 怎么做父母 怎么做陪伴 有的时候是可以弥补 我们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 缺憾